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据书本呢 也是一开始是 理经佛皇神 我们就跟着念 英文版的是一四五页 我们可以跟着念 我们可以跟着念 修悦居 tell 邀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Gadjana文化书一开始的时候 礼赞佛陀的几首 那英文翻译是 老师这样念中英文翻译 中文翻译是 顶礼佛陀过后 佛陀是为三天所礼定 为人天所礼定 是世间最神圣的理经法理经生 我将开始文法书 文法根据年因这个章节 为了大家更容易了解这圣点 这一个方法 是需要通过对圣点文字的了解 以便能够对文字上的混淆和误解 如此能对那些想要获得殊胜快乐的人 应该学习各种这些诗的文法 首先我们看 Gadjana文法的这些句子 首先第一个句子是 Ato Akara Sanyato 中文翻译我翻译 这句子呢 代理叫 中文我将翻译成为经句 第一句经句 文法的经句是 Ato Akara Sanyato 第一句 这个是 Ato Akara Sanyato 这个是经句 接下来就是 这个物体就是真广 真广意思就是 诗意 就是解说他的意思 过后呢 就是给一例子 中文在一个经句里下就有这两个部分 老师将会解说经句 经句是很简要的 是为了方便背诵 在古时候 大部分的学生 他们都背诵 这一些文法的规矩 也就是所谓这些 Sutara的经句 经句是很简要的 所以这些简要的经句是很难 去翻译 也就是不知道 文法表达的人 是比较难翻译这些经句 所以老师将会解说 这些文法经句 对大家来说 也许大家可以背诵 但是大家也可以去看物体 就是他的真广 或者是他的争议 或者是可以翻译成他的诗意 然后加上他的例子 我们就要尝试去翻译 这个经句 但是装为 大家首先听闻的时候 尝试去了解 然后就把它放下 这是最轻松学习的方式 如果说大家觉得 我不能背诵的话 在上课的时候 就会感觉到很压力 就会感觉到很压力 大家知道 大部分大家都知道 不能背诵 但是如果能够了解 这个话就可以往那方向 就是能够收取一些见解 对此有所了解 在心中 有一些见解 已经足够了 如果说有一些重要的信息 老师将会解说 提醒 阿托 阿托 什么意思呢 它原则是阿托 阿 A这个音 然后它转型 变革成 O呢 就是变成 主格了 就像 佛陀一样 原则是 佛陀 但是如果要作为 主语的话 就要用主格 变成 佛陀 那同样的 这个阿托 也是 它是变成 主语 但是呢 在被动句的话呢 它这个主语 就变成 它的 并 并成它的 这个并语的 这个功能 阿托 阿托 是动灵词 阿托 是字母 是被调记 是被调记的意思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用被字母 所调记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阿托 这个含义 是 被字母 所调记 也就是说 被字母 所写出 通过 文字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是 牛 这个是水牛 这个是人 这个是天人 通过看到 这些字 我们可以知道 到含义 知道是 我们就可以明白 当看到水牛 这个字 就知道是有 脚 和形状 我们 看到人 这个字 也知道 有这个概念 人 没有脚 没有 头上 没有脚 知道人的形状 所以 以 文字符号 我们就可以知道 它的 文字 因此 这边的意思就是 这个含义 脚 脚 是 文字 所标记 所以要知道含义 必然要学习 文字 或者是字母 所以这一句 对于金句呢 是鼓励大家 需要去学习 这些文字 或者是字符 阿卡拉 如果去学习 这些阿卡拉字母的话 如果大家不学习 这些阿卡拉字母 不学习的话 我们就不知道的含义 阿里 含义 我们不知道 因为我们还没有 真实学习 这些字 阿卡拉 サニャト 被字母 所标记 什么被字母 所标记呢 是 阿托 它的含义 含义 是被字母 所标记的 所以呢 因此 大家应该要学习 这些文字 这是 鼓励大家 去学习 文字 问题就来了 什么是阿卡拉呢 是什么 这边所谓的文字 或者字符 是什么呢 就是第二个经句 阿卡拉 巴大哟 エカ 雅 这个符合词 我们需要贴出来 了解 阿卡拉 阿比 阿大哟 エカ 雅 所以 所以 阿卡拉 雅 是四十一 阿大哟 是什么呢 阿 等等 就是阿 这个字母 阿大哟 等等的意思 所以呢 四十一个字母 是从 阿 开始 四十一个字母 就是这边 所以这个经句 阿卡拉 巴大哟 的 由于 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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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R是长音 上面有一个横钢 大家可以看到老师的 听到老师的发音的差别吗 上面有一个横钢 就是长音 比如说如果前面的短音是一秒的话 第二个R长音是 两秒 这些是字母 现在只是给您称这些字母 这些叫做Akara 所以这个金句 只是帮这些字母 给这些字母一个名字 比如说您有名字 人家才可以称你 没有名字到人家称呼 称呼不到你 所以在章节一开始 这诸者 这笔者 就介绍说 这些就叫做字母或是字母了 然后这些是短音 这些长音 首先就把这些各种不同的音的标记给上符号 然后呢 接下来文法的解说就会以这些文字符号来解说 所以给林智这些文字符号是很重要的 所以首先是对字母给林称 就是这些字母将会标记为R R ie 藤 Maintenant 栗 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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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是 keer KING levar 藤 这是很容易发音的 第三是副 呜 硬的呜 不许呜 essk jan 上面有航钢的就是长音 当长音的时候 我们的嘴唇可以做成圆圈 来发音 然后第五第六第七个音是A A就像音乐的A是长音 第八是欧 有一些人发音在欧不是欧 欧是欧的音 就好像英文讲的no 这个欧 欧不是欧 欧 因为英语的欧 又是翻译成欧 所以不对 这个是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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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英文 欧 全部的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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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总共有八个原音 原音呢,可以在所有的辅音过后面 如果说在辅音前面的话 自然就发这原音的自然音 但是如果说在辅音后面的话 比如说 发音就是随伏 接下来我们看辅音 首先是 就是发这些辅音 发生在我们的后节 就跟棉语的字母一样 棉语也是在这个地方发音的 但是这有总共有五组 因为发音的地方都是在同一个地方 也就是在后节 发音的话必然是这五个音 咖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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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咖咖 咖咖 咖咖 这时候的喉咙 喉咙发音了 当英文我们看这个字母是k 其实当我们k的时候是第二组的k这个音 因为这个k的音在尾边尾段 这个是英语的发音 在巴黎呢 有一些是讲 轻音和左音 第二组是左音 首先是轻音 比如说k k k 没有气出来的 但是k 却有气出来了 大家可以练习k k k 第一就k 没有气出来 k 是有气出来的 k 所以k k k 第二组呢 是有气的 k 大家知道 英语呢 他加上了一个h 这个符号在第二组 但是呢 再把例就不需要 其实因为 如果放h在中间 我们会误解为是双辅音 但是其实这个第二组k 不是双辅音 它是丹辅音 在巴黎一些文法书呢 他会强调这是中音罢了 不是有没有所谓的h音 所以在练书呢 所以在练书呢 在练书节目文的时候 需要很准确的发音 那时候呢 发第二组的音 它会是k 是以中音来代替这个h的音 所以分别第一组第二组呢 我们发音的时候 连以发音的时候 都是以较重的方式来发音 就是比较夸张的 就是比较夸张的 发这个k k k 的音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训练 k k k 一个是有初期 一个没有初期 第二组文是 g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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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 gah 们 英语 英语是 如果是a a 在去 后面呢 英文的文文通常文字 k 但是呢 不是简单文字 真的k 书音 但是练书呢 gah 和gah 这些的发音是同样的 这次大家可能要知道 为什么是同样的发音 因为对缅甸人来说 这两个字符是同样的音 所以如果大家要遵守 年语的发音方式 就不需要分辨这两个字符的发音 因为年语是同样的音 但是巴黎呢 以及巴黎文法第四组 是有重音 所以当我们念诵 结膜文的时候 我们要准确的念诵 那时候我们就加重 这个字符的发音 比如说Sang Go 这个Go字呢 就强重的音 所以从这一组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第二和第四组 这都是以H加在中间的这个符号 在缅甸呢 就是以中音来分辨 然后第三个字符号 那在缅语的发音可能比较难分辨 但是大家也是可以分 可以发不同的音 因为如果老师不这样跟大家解释的话 大家会以为 为什么年语发音都是听起来这四组一样的呢 其实是两组有一样的 其实是两组有一样的 但是这些发音也许不难 因为英文可以分析得很清楚 然后第五组是 对于越南语来说 可能有这个音符吧 所以对他们来说 明白没有困难 但是英语呢 也许有这个困难 英文可能也有这个叫 Nah 比如说hang 英文这个Nah字通常是在后面 不是一个字的后面的音 而不是前面的音 比如说hang out Nah 但是这个hang out 在后面有这个声音 就是英文的ing Speaking 那个ng的音 Nah Nah的音 所以我们来重复 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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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h 这一边我们放A 这个字母 A 这个字母 作为原因 也可以放E 或者是U 或者A 比如说 比如说Ka 开始Ka 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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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 Ki Ku Ku Ko Ko 就是一辅音 相配以 一原音 相配以辅音 来发音 比如说 Ka 这个Ka Ki 这个符音加上 这个原因 Ka 以此类推 Ka Ka Ki Ki Ku Ku Ko Ko 同样的第二组Ka 也是 Ka Ka Ki Ki Ku Ku Ko Ko 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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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笔音 以此这些地主的地堂的符音 可以加上相关的原因来发音 然后第二行是第二行的符音 符音是这五个符音发音在从一个地方 大家可以去探查 都是在同一个地方 这是一 从刚才是喉咙发音 然后后饿的地方发音 后饿或是软饿的地方发音 比如说英语有加的意思 你可以说coach 第二就是第二组的 那第一 所以软饿呢 美语呢 所以这个 这个 发音就有差点了 美语是用kya来代表 大家可以kya可以读成kia 但是美语人都读成kia 中文呢 中文呢 有什么叫kyky咋咋 可能跟这个有相似吗 第2个加呢 第3个加呢 对英语言语的人发音可能有困难 因为他们通常发音成第2和第4集 但是呢 以及免语 加 这个发音 很像是 但是一般情况用都是同样的音 念节目文的时候 第4组加 它将会以中音来代替 第5呢 nya nya nya的意思是 在音里比如说有一个字continue 有这个nue的音 取这个nue nya的音 比如说三nue 这个nue nue 所以它发的音的时候 也是在同样的地方发音 所以这组也是很 这一行也是很关键 所以大家看 首先第一行是原因 第二和第三呢,开始是辅音了 辅音的第一行是 如果配上这些辅音配上相应的原因就是 辅音的第一 有一点 大家也许会遇到一点困难 但是可以通过训练 直到你口腔里面的肌肉有力过后 就可以发应了 这是需要训练的 需要慢慢训练 如此舌头的肌肉 还有口腔里面的肌肉 比较有力过后就可以发生性了 因为通常每个语言发应的时候 他的不一样 所以他舌头的肌肉就不一样了 所以比如说英语 讲英语的人 他的舌头很容易挑前挑后 但是绵语 绵电人的舌头 对前后的动作不是很强 所以当大家听绵电人 讲英语的时候 或讲话的时候 会发现他们的舌头好像比较短 为什么呢 因为绵语的语 通常他的发音都是在 不只是需要用到舌头中间的部分 所以呢 我们学习这个语言的发音 需要训练的 今天学习过后 可能念不出这个声音 但是没关系 只要你确定 发音的地方在哪个地方 然后掌握过后 开始的时候 他的口腔里面的肌肉还不够强 还不能正确的操作来发出正确的音 但是通过训练过后 肌肉比较有力的就可以发出了 比如说绵语 没有英语的这个F的音 所以老师们都需要训练 慢慢训练 以便相关的肌肉能够通促 发出这个F的音 也就是当口腔里面的肌肉 已经做好准备 做出相应的通促 才可以发出这些音 所以在训练之前 关键是需要知道 这个发音在什么地方 然后呢 是哪一块肌肉 通促 比如说舌头肌肉 还是足口腔里面的肌肉 比如说这个 它是在舌头后面 通促 舌头后面 通促三额的 发音 同一个地方的事情 发出不同的五个音 我们再看第三竹 第三行 腹音 是在 上耳 前耳 舌头 舌头稍微往上 舌尖稍微往上 通促 靠近舌尖 不是舌尖 靠近舌尖的地方 通促 上耳 来发音 大大大大大 那 对缅甸人来说 这个没有问题 因为他们语言 有这个 发音的方式 这个时候 舌尖呢 没有通促到牙齿 他只是舌尖的 稍微后面的部分 通促三额 然后发音 然后通促过后 就发音 大大大大大大 这一行 跟下面那一行 它的发音 相似 但是呢 只是不同的地方 达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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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ной 所以 第三行 达达达达达达呢 呢 它的 το点 就是舌头 舌尖 后面一部分 稍微顶着上耳发音 彼此行字大 齿音 是痛出到牙齿而发音 就是 痛出牙齿后面而发音 舌尖痛出牙齿背面 然后发音对英文原流的人 这应该是没问题 跟这一行的发音 跟上面一行符音的发音 一样只是舌头稍微 从上耳移到牙齿背面发音 但是虽然如此第一第二组 还是有差别的 大和他 对于英语发音的人 第二组 免得人是讲第二组 第一个是大 没有七离开口的 第二组呢 他是有七离开口的 所以就有不同的声音了 大 如果大家可以训练到这种发音 就可以分辨这两组的 辅音的差别 大和他 第三个是大 第三个第四组 对老师来说 对缅甸人来说 是同样的音 如果大家要遵守缅甸的发音 可以念同样的音 大二大 但是念中节目文的时候 第四组的话 就用中音来答题 比如说 为什么呢 因为有DH 这个福音 所以当大家听 缅甸人念 结目文的时候 你们会发现 有些缅甸尊者 念到会很粗的声音 发很粗的声音 里面 这个结目文 听起来有些夸张 目的就是为了分辨 这些福音 如果说不分辨的话 对于 结末文的念诵 可能有失误了 所以即使 夸张发音 也没有问题 因为它是可以确定 结末文能够念得准 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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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缅甸人 来说 他的母语就是这样发音 没有问题 但是呢 如果说 对一些 其他人 不失语 母语的人 发音可能就 分辨不出了 比如说 英语 母语 非母语 人 念中 meditation 是平音的 但是 如果说母语是英语 英语的话呢 他念meditation就是meditation 就有这个差别 第三和第四 第三和第四组呢 缅甸人 发音是一样 但是 第四是强 是中音罢了 最后第五是那 这个是一样 如果我们打八个原因 配合 最 我们的 辅印 的话 怎么发音呢 还有 还有一个问题 第一和第三 大和大的差别 第一和第三 第三是 比如说英文 多得 第一 我的舌头 买蛋 蛋 我的舌头 蛋 我们愿意语出 是买蛋 比如说 买蛋 和买蛋 所以 有差别 这个是第一和第二 买蛋 买蛋 有蛋 有蛋 英语是哪一个才对呢 对老师这个免语背景来说 它可以翻成买蛋 或者是买蛋 所以应该是买蛋 还是买蛋 第三是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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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音 它所 碰出的 声音 比较 轻 然后 第四 比较 粗 然后 第一 的发音 碰出 是比较 猛烈 第二 比较 轻盈 第三 是比较 轻盈 所以 大 第一 大 这个 发音 碰出 是比较 脊柱的 大 是比较轻盈 如果我们把八个原音 配合着 这五个辅音的话 比如说 放在大 的前面 是 第二 第三 第三 第四 那 没有一种 一样 第五 大 刚才我们从现在遇到夹,现在遇到大牙齿了,现在转发一个部位,再遇到嘴唇,就是第五行。 这个是唇音,从这个福音的表里面,首先从喉咙开始发音,过后到舌后面,第三行是在嘴的中间,就是伤额,过后再遇到牙齿背面,再遇出到嘴唇。 所以这五行的福音都是一,它发音的抵抗额排列的。 所以现在看福音,这些福音都是纯音。 英语呢,当发P的时候,其实是巴黎的第二组了。 第一个巴黎的,在英语是没有的。 它嘴唇碰触发音的方式不一样。 它是比较内在,嘴唇内在的。 巴呢,是嘴唇前面比较用力。 巴,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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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嘴唇前方比较用力,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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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二组,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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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二组,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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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比较柔和 所以 英语 通常是以第二组 代替 第一 是没有 口腔没有出气的 嘴唇 前方 可能反转 发音 但是第二呢 只是嘴唇稍微逼着 然后以出气的方式 对于越南人来说 越语可能很容易了解 因为越南人的 越语的声音 很容易分辨这两种声音 第三呢 Bah 跟英语的D有差别 B 类似像第三一样 巴黎的Bah呢 是稍微卷 耳唇里边 而且比较柔和的 Bah 英文比如说BBC 这个电信堂 虾唇呢 稍微 内卷 稍微内卷 碰出双唇 BBC 所以 因为BBC 英语的时候 是 碰出是比较紧的 但是巴黎是相反 是比较轻的 巴 巴和Bah 在棉语 巴黎是一样的巴黎 但是呢 某一些情况底下 第三 Bah Bah 第三呢 是比较外在 比较着重 外唇比较着重 而Bah呢 内唇比较着重 但是在 用棉语 用棉语巴黎来念 Gamma wa cha 念这个节目文的时候 它只是 加重的音 比如说 Bah Gamma 那么多 所以第三 第四 他们的发音 没有差异 只是第四 在念节目文的时候 加重音 然后 第五是 骂 对大家来说 很容易 所以 这第五 含 符音 这个原因 就是可以 变成 比如说第一个 Apa Baba Bibi B hu B B B 第六 爹摑 皮皮 腦腦 美 Po 第三 爹摑 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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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从大这一行到大 总共有五行和五列 因此有25个佛音 这些叫做主内的佛音 另外还有主外的 主别外的佛音是什么呢 是Yara-la-va-sa-ha-la-ha 是不同的一组 比如说亚 亚跟第二主内的佛音 是同样的发音地方 亚 那这可以配合八个原因 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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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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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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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 跟英语的亚一样 跟第三行发音的地方一样 根据八个原因就可以发音为 对中文源流的人来说 有时候他们发音只是L的音 巴尼呢 拉和拉是有差别的 有些中文源流的人分不出拉和拉的音 英语 拉 拉的音呢 拉拉利尼 卢吴卯 第四个 D-A 英语呢 但是跟绵语的发音不一样 但是对大家来说 没有问题 对绵语来说 绵语是写成th这个字 缘音发音翻成大 然后我们的沙缘语翻成大 所以根据国际法令音的发音呢 就以S的音来发音 沙沙 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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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过后是哈 哈哈 嘻嘻 另外 L A L 下面有一点 这个发音只是需要改变这个发音的地点 之前的那个 L A 是在齿后 牙齿后面发音的 但是这个 L 一点下面的 更上面的这个准内的否音第三行 像是就是齿间 稍微后面地方顶着三耳发音 但是对缘语来说呢 两个 L 无论有点没点 都是一样发音 但是根据法令文法呢 这些发音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当然也有特别的连语的进去 文法的进去 从拉油没点变成拉油点 或者是相反 这都是安 所有的 这个 这个否音啊 它的 它否音 发音的时候都是一 原因 原因都是放后面的 但是只有这个安 是发 它的原因是放在否音的前面 就是这个安 可以是奥 可以是一 可以是哦 它是闭着嘴巴来发音 比如说安 比如说放右的话 哦 如果放爱的话 m m 还有这三个原因 是放在 m 这个母音前 这个否音前面 其他的否音 如果配合原因的话 原因必然是在否音后面 唯有这一个 样的这个 底音呢 它的原因是放前面 我们叫 巴黎叫 中文翻译成 笔音 名语的写法呢 只是在一个字符 上面放一个点 来代表这个笔音 那巴黎呢 也是如此 诠释这个音 相近南法的字符里面 也是它这个笔音 也是只是在一个字符上面 一点的 如此 总共有41个字母 有八个字母是原音 还有三十八个 四十三个 而33个笔音 所以它这个进去 阿卡拉巴达尤 它的字母是阿卡拉巴达尤 它的字母是阿卡拉达尤 41个字母 这些就叫做阿卡拉达尤 字母了 然后这些字母为什么 什么要这个进去呢 就是给这些 音的字母 这些标符 老师说有些人跟老师说一个小时半呢 可能太长 很多人会打瞌睡 所以今天就讲一个小时 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 Budham 中间有D D D H 所以后面那个H D H呢 就比较中音 Budham 这个字的发音有两种 然后后面那个阿呢 有两个天洁 一个是B的嘴唇 一个是开着嘴唇 所以就有Budham 或是Budham 这个音 但是对缅甸人 一般念这个Budham的时候 没有把嘴唇闭上 但是在念节目文的时候 就需要把嘴唇闭上 Budham 或是Budham 对老师来说 老师都比较常用 Budham 就是闭嘴的 Am的音 但是免语呢 如果一般的念诵方式 通常是没有闭嘴唇的 Budham Budham 今天就讲到这一遍 我们分享功德 和发愿 Bud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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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dham